欢迎回来来关心国际消息 继昨天南韩士兵在两韩交界的非军事区内 对着10名北韩士兵开枪示警后 今天韩联社报道 南北韩军队下午再会在波州的军事分界线附近 再度发生交火 双方相互开火持续了约10分钟 目前伤亡状况不明